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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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舞动 什么烦恼 和你交互打扰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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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羞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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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神区太阳 哪里太阳 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城市亭的 2013年国庆特别节目 天天农家乐 欢迎您的收看 我是农村小伙郑千 我是农村姑娘 范娜 在这给大家问好了 大家国庆节快乐 那么今天是我们比赛的第三场了 可以说依旧是蓝天白云 和亲近我们大自然 在这儿闻着新鲜的空气 特别能感受到 美丽中国健康生活的感觉 没错 那娜姐 今天我们俩的衣服 也同样非常的特别 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一首特别有名的歌曲 叫荷塘月色 是的 不过今天 阳光明媚没有月色 所以呢 我们叫做荷塘藕 不过这个藕啊 是莲藕的藕 好 咱们下面看一下 关于今天的比赛规则 比赛分为小组赛 副赛 决赛 小组赛共有三场比赛 每场比赛有三组家庭参加 比赛项目 掰玉米 采灵奖 挖莲藕 在规定时间内 采集农产品最多的家庭 将成为小组第一 三个小组第一进入副赛 比赛项目抓鸭子 赛数一个季军 获得2000元奖金 最后的两个家庭 参加墨鱼大赛 角逐本次国庆 全家乐翻天活动的总冠军 冠军奖金为5000元 今天依旧和浅堂场比赛一样 就是我们的三位导师 好的 有请三位导师 闪亮登场 有请我们的前师傅 赵师傅和周师傅 这三位导师各有客的绝活 赵贤红 51岁 具有30年农业生产经验 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达人 白玉米 眼睛熟悉 学老肉 人均熟悉 前尚伟 44岁 南京农业大学毕业 从事养鱼业二十多年 歌不单会采我 还会墨云 又想鸡决赛 学我 耶 周光耀 48岁 土口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 什么农活都擅长 专家有药员 保里鸡决赛 挖联藕 摸鱼 搬玉米 国庆七天假 城市频道天天农张乐 特别节目让您乐翻天 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收获喜悦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藕啊我经常吃 而且我特别爱吃藕 但是关键的一点呢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藕 是长在这个荷花的什么部位 关键是啊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 我之前是觉得 这采藕 采藕都是拿手去采的 但是看了这个宣传片啊 包括就是咱们比赛规则之后 才知道原来采藕是拿脚去采的 对吗三位师傅 所以叫采藕是足的采的采 对对对 好的 那么请我们的三位导师在旁边休息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今天的一号家庭 介绍一下你们的队伍叫什么名字 我们是大胜队 我们是大胜队 大胜队 口号是什么 口号是什么 来全家一起喊 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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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保胜 耶 三位导师上场 来 前师傅赵师傅和周师傅 还是那么腼腆 是的 这个好的 那么首先呢 三位导师当中 支持我们一号 大胜归来家庭的 请向前一步 好 看到的是我们的 前师傅和赵师傅 对现在呢 这个一号家庭 尤其奶奶 我们现在呢 有两位导师已经站出来了 选择了你们的家庭 但是现在呢 机会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了 看看两位导师 你们更倾向于哪一位呢 来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有十秒钟的时间 奶奶 我们还是坚持 请前师傅 坚持请前师傅 现在呢 我们有三十秒钟的讨论时间 来商量一下 这个藕啊 到底怎么踩 可以最快 大胜队 应战策略 爷爷奶奶踩 孙子喜 大胜必胜 气势非常好 好了 请一号家庭 稍事休息 挖莲藕 摸鱼 搬玉米 国庆七天假 城市民到天天农张的特别节目 让您乐翻天 这个秋天 让我们一起收获喜悦 感受大自然的梦